彭sir 你好啊 我一直都有看你的博客 今天我追到有决心去写信给你 首先 我是一个很敏感 自尊心亦都非常之强 我连自卑心 都是非常严重的人 我的问题 其实是 我下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 困扰了我二十多年 嗯 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 开道和帮助 其实是这样的 嗯 在我有记忆以来 我想大概两岁 甚至乎好像更加小的时候 我就懂得自卑 可以说 是与生俱来的天父 当然 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在自卑 我更加没有所谓的性幻想对象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 这种奇怪的举动 会令我觉得 舒服 而且也觉得 我感觉到 其实这是一个不光彩的事 所以我也是偷偷摸摸 这样的 但另一方面 其实父母一早就 已经知道我这个行为了 他们有批评过我 但就没有正面跟我说 这种行为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后来直到我去了中学 有一天 我无意之间 听到有几个男同学 聊天 我才知道 原来这些是叫智慧 后来 我都试图和父母 去谈这个问题 但他们从来都不回答我 我每次拿出来说 他就会立即想尽所有办法 去转移话题 所以我的移话 其实是没有得到解决的 之后 后来有了网络 我也有试过在网上 找这一方面的资料 但我找来找去 不是识情网站 都是识情网站 我对于识的朋友 我更加不好意思 去跟他们说 在另一方面 其实我不知道 是否因为这个原因 而令到我自己有羞恥感 我从小开始 就特别自卑 尤其是在意识面前 小学的时候 发生过一件事 我想大概八九岁左右 那时候的我 什么都不懂 我对什么人都没有戒心 而且呢 还是一个超级的死蠢 唉 于是呢 我在上学的路上 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是我爸爸的同事 他说要找我爸爸 叫我带他去我家 那我信了他 结果呢 他就车着我 用一辆单车 载我去一个地方 我那时候还未来得及 警觉 他又把我的衣服呢 去揭起 我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他就把手伸到我底裤上 我顶 我完全反应不切 但是 最后我觉得很痛 然后我才立刻去 振脱了他之后 走 我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很笨 我只为了这么多年 但我对真正的性侵犯 根本就没有概念 后来我回家呢 我就问我爸爸 我问他有没有一个同事 是我不认识的 之后呢 我都有把一件事 跟我爸爸妈妈去说一次 我妈妈哭了 接着我才知道 原来我这些 是叫差点 被人强奸 之后我开始大过 这件事 在我的脑里 一点都没有淡化过 反而令到我的收拾感 好像越来越严重 对我的影响 都越来越大 我开始有点神经质 我觉得毫无安全感 好像对所有人都充满着敌意 而且我特别反感 任何人在身体上 和我有接触 直到我大学 和我室友相处过之后 我才开始 和其他人做朋友 我不再自我封闭 我对人的态度 都好了很多 到了现在呢 我竟然成为了我朋友之中 最受欢迎的人 但是根本上 其实问题都未解决 我仍然是很排斥任行 尤其他人碰我 尤其是异性 只要一有异性去接近我 距离在一米之内 我整个人 就会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戒皮状态 还有 我想我的羞恥感和自卑感 更加是来自另一个原因 就是我常常会暗戀人 但是没有人喜欢过我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因为我很敏感 如果谁多看我一眼 我一定可以发现 我很肯定的 对现在的位置 是没有人喜欢过我的 当然我死要面 那我一定不会去表白 都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这件事 不过 年龄越大 什么挫败感 失落感 自卑感 那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我肯定你猜对了 没错 我就是一个二十多岁 都从来没拍过拖 但是呢 又常常躲在家里 智慧 有严重心理障碍的 自卑变态 老处女 而且呢 我也听过 周围都说智慧 对身体不好 那些言论 都是针对男性的 因为之后那些人 都会说 那是会扬位 之类 不过对女性来说 就没有人说过 至少我不知道 自己呢 又没有办法去找资料 我又不可能问 一些我认识的人 所以呢 我就问你了 反正你都不认识我的 而且我又觉得 你对下本身的问题 是很有研究的 所以彭sir 你有没有听过 好像我这些 很小时候开始 就智慧的女生 的一些问题 这些其实是有病 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样折磨自己二十多年 会不会有什么病的 问完这些问题呢 我想你应该看得 面都红了 如果生理问题 你没有什么好建议的话 那关于改造我现在的 心理疾病 又有什么良方呢 怎样才可以令我看得开一点呢 PS 虽然呢 这封信好像很轻松 但其实我呢 是很不轻松的 更何况 你是一位男性呢 好吗 AKT